先來的 另一件事也很重要 要說一些公共性的事情 就是現在台灣移民局 在過完年之後第一個工作天 竟然在他的網站裡面 刊登了一個非常蟹人聽聞的一個公告 就說港澳人士不允許遊行 我找回新聞 因為BBC有報導 連登也有跟進 這件事呢 剛才我看見是非常離譜 連登熱議 但其實那一篇其實是下了假的 你知不知道 那個報導的說法就是 登完第二天之後就下了假 登完第二天之後就下了假 下了假的理由沒有說 但當有記者問移民局的時候 這件事還在討論 討論其實有這麼大的爭議 那你是不是應該去諮詢一下 你怎樣去討論出來的呢 還有你說在討論 這個說法是有問題的原因 就是說 你將那個不得參與的事項 你列出來的時候 就已經沒有討論的空間 人家就認真地跟你執法 這些不得什麼什麼 其實最第一件事已經在說 就是不得參加選舉造勢活動 或助選活動 例如台上發現 隨車遊行 大把香港人當年 即是你總統選舉 或者地方九合一選舉 那時候 都跟著來看 跟著來叫的 你不叫你怎樣拍片 我做過 我做過 我現在很後悔 這個我就記得 我那時候 就跟阿昌一起做的 這些事情 是啊 我找回一些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那時候 其實我兩次 蔡英文 去選總統 其實我們都是現場直擊的 嗯 最後一里路那個 你說的 真的很感人的 最後一里路那個 我是拍完片的 其實是 兩次我也有去 第二次 我就沒有去 扯Banner 其實 第一次 我還是拿著 阿昌 跟阿昌一起到處走 找一些照片給大家看 你說幾多香港人 去到台灣 其實是幫的 是民進黨 不是幫國民黨 幫國民黨的 那些是少之又少 是低調投票 是啊 但是有沒有 你有沒有說 特意去幫他們 高調一點的話 就是香港泛藍 那麼 N年前 在旭敏國那邊 開麥克的 現在去哪裡就沒有人知道 是 或者是譚博 譚博都說去投票而已 嗯 就是投票去 支持國民黨 因為他們很清楚 一件事情 就是 去到他們那個年代 沒有人加入國民黨 加入國民黨的 都是那些世家大族的人 嗯 本質 你是普通人的話 我為什麼要支持世家大族 當然是支持 同聲同氣 基層出身 很多基層出身的人 團結一起的民進黨 很正常 這件事情 很多事情 那裡有十項 九項 九項 就是不可以做 不可以參與選舉造勢活動 助選活動 上台發言 隨車遊行都不行 不可以參加政治性 政治正質的公眾活動 遊行抗爭演說 發傳單不行 即是你以後 你六一月那些紀念活動 你再去地鐵站 那時候有很多 即是香港的手足 在台北地鐵站裡面 就去集會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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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六四都不行 即是六四都不行 其實是 不止 台灣本土的抗爭運動 如果你 因為很多香港人都去台灣那邊讀書 那如果你又爆發一個學運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是啊 那些朋友 叫朋友 那就跟他去坐在一起 然後你說 不可以進軍事國防地區 這些正常人都不能進的 就是 軍事國防地區 除非你說 就算你是台灣人 你正正常常 你都不可以進的 除非你真的 在這個 當兵 當兵的時間 你說你要軍訓那段時間 其實是 那你說不可以進國家實驗室 生物科技 研發 或者其他重要的單位 即是香港人 沒有辦法 就透過學術界 就接觸到台灣最高的科技 或者這麼說 即是 中研組 那些就不能進 但是這個是國吉實驗室 那些是科技的 哇 你的罪證 撈完 是啊 這些罪證 是啊 那時候真是 腫得像現在的姜濤 是啊 這些作品的說話 很明顯 你看一下 你撈得不太快 電腦有些問題 還是張卡的東西 這麼久之前 那一刻有點事 總之很難教 我一會再慢慢攪拌給大家看 真是麻煩 嗯 接著又說 不可以去什麼 軍事基地 要塞 堡壘 虧視 塔拍照 或者攝影 一般人都不行了 不得從事 違反社會 善良風俗 危害社會 秩序行為 賣淫賣賭博 全世界都不給 賣賣毒品 其實說真的 去到這裏 我覺得真的有點過分 不是說你應該給 而現在你說這些東西 其實所有人都不給的東西 你專門放在一個叫港澳居民 不可以從事的活動 這個甚至乎有歧視的成份 即是說來到台灣活動的港澳居民 有機會做這些事情 專門 即是說別人專門去做這些事情 是不是 接著說不可以違反 即是你說不可以 不得未經許可從事工作 短期契約工 無故而走秀 那些現在你偶爾 譬如你說那個 即是你台灣 偶爾請一些AV旅遊過來 台北成人展 那些都不可以了 是不是 是啊 還是你只是針對香港人呢 即是你日本那些 其實你台日的交流 其實很密切 心田泳美的那些 不是說AV旅遊 其實你正常的演藝 即是毛特兒 短期的契約工 其實以我所知不少 應該是 當然有啦 那時候 什麼DRIVE MY CAR 走過來 人家真的 復原一部SAP 然後再加上男女主角過來 接著就說 不可以接受媒體邀請 上電視節目發表意見 這個我有權說 因為我之前 就是託 喪普 喪普找我 因為他在文詞裡面 他偶爾有一個節目 他找他代表香港人的聲音 去做一些評論 那他那個叫文詞 那個叫什麼 新聞大拆解 不知什麼 總之他有一個節目 他會給我們一些居馬費 我是上過一次 現在就不行了 之後就不行了 不得違反其他法令 有明確規範的行為 就是刑法 國家安全法 這些其實所有人都不行 但是 你現在說 九個不可以讓你從事的活動 其實 甚至乎 我覺得現在 是有很多堆砌出來的 這些事項 為什麼要堆砌呢 其實 你說這些 什麼國家實驗室 不可以入 國防地區不可以入 軍事的動機不可以入 賣人不可以 這些 然後你說 不可以違反國家安全法 1 2 3 4 5 五條 即是國防問題 其實五條 其實五條 是任何人都不行的 是五條裏面任何人都不行的 很簡單 你 一般人都不可以入 軍事國防地區 一般人都不可以賣人 為什麼你專門要堆砌 在這個 九項 港澳居民不得從事的活動 你就是要堆砌一些東西出來 其實就是針對香港人 其實你 說到九項裡面 你扣除剛才五項 四項就可以了 你針對性 你保護主義 你說 國家安全 如果你和香港人 國家安全 坐選 你只是說 不准坐選 不准從事 遊行示威 其實主要的賣點 不是 主要的重點 是四項 不可以選舉造勢 不可以示威遊行 又不可以接受媒體邀請 亦都不可以做一些短期合約工 包括那些模特兒 那些出租 那些四項 簡單來講是四項 其他五項是堆砌出來的 但故意堆砌出來 其實這個 就故意抹黑香港人 其實是 這個我就看得很生氣了 如果我是香港人的話 為什麼不可以呢 為什麼我們香港人 在香港已經沒有言論自由 沒有遊行示威集會自由 為什麼來到台灣之後 我現在都要同樣面對一個 這樣被人剝奪自由的一個 身份呢 異等公民 其實是異等公民 例如我們來到英國 第一時間登記做選民 是可以參與地方選隊 我不像可以投票 我現在選手上都可以 我投票選手上 就不是我自己去選手上 但假夜時日 他都沒有說不行 但其實不會像台灣 你那麼糟糕 就算是 現在你遊客 你上台 別人去遊行 你上去說話 都可以的 為什麼現在不行 有什麼理由 你現在有什麼證據 顯示香港人在這方面的威脅 是不是 如果國民黨說的話 我反而會明白 我會理解 因為國民黨覺得 你香港人來到的 都是幫你民進黨的 是不是 民進黨 我覺得 如果你說 你接納一班 本身有政治偏見 政治上面 是傾向於綠色的 這班香港人過來 你對國民黨很不公平 這個我明白 但是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蔡英文 不明白 為什麼民進黨政府 會這樣做 為什麼會這樣 綠色的 其實都有個想法 因為他們 就真的 很依賴那些 鄉間的票 如果 如果 那個根基動搖了的話 對他們未來選舉 都有問題 所以他們都會 採取一個排外的態度 也就是告訴你 無論是藍的還是綠的 實際上都很排外 是我們不理解他們的思維邏輯 然後 這個公告 BBC就說 沒有說明 那個法律依靠是什麼 其實 你就是這個正常的 法治社會 法治國家 你應該要說 根據什麼什麼法律 你說根據你國安法 都可以的 但是沒有 它現在 就這樣彈出來 就是九件事你突然間不可以做 由今天開始 香港人 九件事不能做 不行 不可以遊行 不可以示威 不可以接受採訪 喂 什麼道理啊 其實是 你現在 是沒有人去解釋的 法律依據沒有 立法則沒有 港澳居民定義呢 遊客 還是 現在是有短期居留資格的人 還是長期居留 已經拿到身份的人 只不過你來源於港澳就不行 我當我自己拿到這個定居身份 我入籍身份 我是港澳居民 但是我有公民資格 是不是都不行 這個很離譜 沒有人解釋 為什麼可以是 至少我覺得 在台灣的香港團體 代表香港人發聲的團體 是不是應該去跟進了解一下 當然 永遠有個問題 你當我去跟進了解你的發聲的時候 你會有一班人走出來 你不可以這麼高調的 你這麼高調會幫倒忙的 你會搞到台灣的香港人 可能會更加慘 大哥原來是這樣的 你不就是 在台港人 不就好像台灣政府的人質 變成這樣 因為你看到現在 移民台灣的條件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無論是投資移民也好 還是入學移居也好 他們都是受著你台灣政府 無止境的審查 你去到某段時間 差不多覺得是時候 要拿身份證 或者拿中華民國的護照 然後就不知道怎麼會加監 這樣很難搞的 那 是鬼鼠 無端端彈出來 突然間又下架 BBC的記者 就問這個移民局的時候 他怎樣回應呢 據了解 自己發出來是據了解 內政部的移民處 已經是移除了那個廣告的頁面 至於未來有沒有勞列 不得從事非法活動 以供港澳居民參考 尚在討論中 那即是你未討論 你就會意外地被彈出來 是吧 其實就跟著說 有一個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移民公司 這個就真的 為何要不可以透露姓名 怕你被政府 是不是怕你被政府公佈私仇 即是你說錯話 有一個不願意具名的移民公司 負責人透露 以前都見過這些清單 只不過是針對大陸觀光客 觀光客 大陸的觀光客 這次就好像意味著 將港澳人當成大陸人 就可以預期 未來這一年 香港人就不會有好日子過了 他就說 如果有關限制 用於在居留的港澳人士的話 很多人將會失去 集會自由 以及接受媒體訪問的權利 其實之前去滑鼠娘娘都不行了 應該是 那個奧斯陸 互聯會爾 即是說 我當是 之前有一個奧斯陸的民主峰會 在台灣搞的 滑鼠娘娘 鄺仲晴 就是港澳人士來的 所有來自世界 美國 即是 加拿大 即是 所有歐洲 北歐 即是 這些 澳洲人士 其他鬼佬 就可以在奧斯陸 民主峰會 發聲 就是擴縱症 就不行 是不是這樣 這樣很難打 那就不要搞民主峰會了 台灣 是不是 這個是非常可恥 是沒有人澄清的 是不是 是的 然後 就說 林榮基 真是寄人利下 林榮基在台北的店裡 這邊就說 不是 這個不是 這是一張照片 就說 移民局公告 是不是說 包含台灣持有居留身份的港澳人士 現在 就 你 只有一個驚字 Ginger的說法 說 我們是不是對台灣有什麼了解 其實台灣人大陸人差不多 不可以用香港人的概念 跟他們相處 是的 這是事實 這是事實 就是 情理法社會 你任何時候 都先說了一個關係 因為 香港人一向都不是那些 跟你說關係的人 所以 香港人去到台灣 是很多 適應不了的東西 嗯 不過當然 其實 香港人 就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選擇 如果可以選擇 最好當然是選擇英國 是的 但是 如果你自己本身又沒有BNO 又沒有什麼錢 又沒有錢 因為很多人 為什麼要選台灣呢 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 如果你家人 過來探望你的話 方便 最舊也便宜 還有 講中文 因為 你始終是英語國家 大家很害怕老人家 上一代 不懂英文 你入機場 出境 那一刻 都已經是當失路 我們老友說 什麼 很兒戲的 軍事種地隨便入得 除了中港 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他定義哪些軍事種地 總之 其實這個是 我覺得是有歧視成份 那你在台灣 其實 都有些 香港人組織 是不是 他們都不可以說話 如果他們不說話 我們就明白 其實 你在台灣來說 公民自由 香港人和本地人 其實是 有分別 香港人和本地人 而且香港人 我真的不知道 你說過往 如果你要突然間針對香港 一定有些事情 一定發生了些事情 就算 你是不是要有死刑 是不是要恢復死刑 你說有鄭哲事件 軍動全台 你才會有聲音 就說呼籲立法 就說要恢復死刑 你起碼有些事情 爆出來 你說要針對 要處理 但你現在針對香港人 是毫無根據的 亦都沒有先兆 亦都不知道香港人 他在台灣那裏 發生了什麼大事 最大的事 其實我們都報道過 就是說 在這個 萬華區那裏 有個女際神秘死亡 只有這麼大事 沒有第二宗 龍山寺 真的離譜 我都不知道說什麼好 又或者是 如果說累積性的 例如我們那個報道 就是有對夫妻 來到台灣那裏 因為老公在台灣那裏讀書 都會熟悉環境 誰知道他想重新再利用讀書 去做一個移民渠道的話 都會被台灣政府百般刁難 兒子因為拿不到 不是台灣居民 拿不到健保卡 結果就 搞到他們兩夫妻都很絕望 要回來香港 要重新去到第二次移民 英國沒有我們不知道 這件事 就是這件事 我們一直都是在用這宗新聞 去講香港人對台灣人的心聲 就是 香港人不怕麻煩 最怕就是不清不楚 現在 清楚地去到剝奪香港人 在台灣的公民自由 然後突然之間下架 那你算怎樣 這些東西又不清不楚 到最後又是 如果你說在討論 那就是會醞釀 會朝著這個方向去發展 總之現在你是不斷在想辦法 在討論如何收緊香港人 是台灣的自由 怎樣去針對歧視香港人 其實就等於在政策上歧視香港人 但是你現實需要來說 其實你可能都需要香港人 現在習大大 他越來越猖狂 對台灣進行一些軍事威脅 你都不夠人用的 如果不是你蔡英文說 要將當兵的服役期 由四個月變成一年 你現在台灣都人口老化著的 你都需要新的人 如果你跟香港人說 喂大哥 當兵又要入籍 香港人扔過去 你怕什麼 這個就不要想太遠了 我只是覺得 你起碼 應該有的自由 你為什麼 特地去路 如果你說 你要限制香港人 在台灣 遊行示威 你會不會對其他的外國人 都會這樣限制呢 那很明顯 因為我知道 其實你台灣都娶了很多 是不是有些人會娶 烏克蘭妹 有 也有 也有娶大陸妹 是啊 那大陸妹 剛才都說 那個不具名的移民公司 都說會歧視 那如果你說 你娶那些外國人回來 是不是都不給遊行 不給示威 那沒有說的 那是不是只是針對香港人 我擺得明白 那為什麼香港人這麼恨你 為什麼先 做錯什麼 其實現在是 真的不知道 這件事情 你可能 能夠解釋的就是 很多香港人過道來 就是 他們覺得 有需要限制 所以就是做這件事情 他其實就 做很多 他不敢明確地說 其實他就說 你現在太多了 需要限制 是啊 但一限制的時候 就說 一些 非常離譜的原則 有為民主自由 這個普世價值的原則 他要做的一件事 其實我是想趕你走 其實就是想趕你走 但我又不想附上趕你走的臭名 其實就是 虛偽 是啊 好像我們之前都報道的一件事 一家三口 一家三口 就是那個小孩 那個嬰兒 一出生 就變成黑戶嬰兒 就是那個例子一樣 就是那個例子一樣的 就是你 出生之後 自己去 沒有公民資格 所有福利 你都是沒有得拿的 就是黑戶 那樣的 就是 寶寶 你真的要 要求很多奸 然後別人做好心 才肯 就是病都不敢 病都不敢 病都不敢 所以我覺得現在你說 勸香港人不要去台灣 其實也不能勸 現在這個時候去台灣 尤其是人生這麼大的抉擇 你不會不看過資料而去的 但是 正正就是因為沒有選擇 就唯有寄人來一下 那你其他地方 你說澳洲 加拿大 要花錢 一來要花錢 二來 他只是 給你一些年輕人 就不會讓你一家人去 那當然 那一家人去的地方 其實講到尾就是只有英國 BNO BNO 英國 但是如果你說加拿大和澳洲 你說益你年輕人的意思 你只要在那裏讀兩年書 就已經被你自動入籍 但是就不難為及家人 是啊 所以這個就 很無奈 很無奈 沒有BNO 大陸出生就很麻煩 希望在台灣的香港人努力 也不知道可以說些什麼 不過我覺得這件事 暴光討論是有必要的 起碼你要令到移民局 他會自己知醜 其實不會的 暴光討論 我們得出的結論就是 這些東西陸續有來 只不過他還很絕望 不會用這麼明顯的手法 趕你香港人走 好 OK 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看看怎樣安排 現在的時間都很尷尬 是啊 我們今天第一天回來 就是 11點半的 香港時間 11點半 再用12點半 就是4點半 暫定12點半 暫定12點半 之後那一節短短的時間就做了 好嗎